哈哈哈哈 微博敲美貌 補充一下 我就是說 大家以為齁 這是我欣賞的齁 大家以為好像 做電視的人呢 嗯 比較 嘻花 嘻鬧 其實不然 像我欣賞吧 我從來不喝酒不拿來 一直都沒有喝 啊 你就知道說 但是呢 對功課來講 就是很冷靜 所以說不用這個 雖然呢 演藝圈讓人家 很多媒體有時候 讓人家覺得那個 但是其實呢 工作上來講呢 都是 大概很認真 另外我順便呢 跟 跟 電視型的風格講 我以前過去 我一直看著心裡過去 常常就是講張惠啦 張惠啦 說 無謀啦 什麼 今天要跟他們道歉是不是 不是道歉 我是要跟他說明 為什麼他們會鼓摩 因為其實他們 要在酒好心切 什麼都要鼓好 所以就叫好 跟他 我也是啊 我要節目好 我會有計較 計較他 這裡不對哪裡不對 這裡不對哪裡不對 所以說呢 我以前一口 他鼓摩 我借這個機會就算 他們的鼓摩 他們的鼓摩就是 他們的鼓摩 他們的成就 也是來自他們的鼓摩 那扣長 你今天對菲哥 有特別想到他這個求好心切 那你覺得菲哥 今天晚上的盛盛大不大 我覺得他應該要來 應該要怎麼講 應該要來 他 他在電視線來講 我曾經在盛盛一百年的時候 寫一位書法家寫了幾個字 就是說 心中自有金鐘 他老搞不懂說什麼意思 我說 扣長一下意思是什麼意思 我說 因為你沒得到 所以你很穩 但是呢 你帶給千千萬萬的觀眾 不要快樂樂的過日子 所以說呢 那個就是金鐘 所以你心裡頭 要有一種金鐘 過日子這樣 哇 所以扣長今天也特別在現場 為菲哥獻上祝福 也希望菲哥等一下 有機會給金鐘加聲喔 好 那我們再次謝謝扣長 謝謝 謝謝 恭喜 來到我們特別獎 恭喜扣長